刺痛就是跟蚂蚁针一样在扎一样 扎的时候那种感受是 让你没有办法站得稳 说说自己烧伤后的遭遇 身穿压力衣 一边辛苦附近的郑先生 一边回忆搭捷运时 经常饱受骑士困扰 站不了5秒到10秒 就一定要有反复动作 看到你他也视而不见 都不会让座 所以说那一趟让我觉得 倍感辛苦 今年60岁的郑先生 2014年一场瓦斯气暴 全身73% 面积2到3度灼伤 除了脸部看得出稍伤疤痕 在外观上几乎和一般人无异以外 即使身体不舒服 碰到没人让座 也只能咬牙苦战 类似案例还不止他 当时一名城堡商者小慧 也是像这样 坐着捷运博外座准备要去复健 结果却被不知情的老婆 认为他霸占博外座 大声斥责他 让他相当委屈 上个月中小慧一如往常 坐在捷运博外座上去复健 却遇到一名老伯伯 斥责他好手好脚的不让座 还说现在的年轻人 都这样做博外座吗 让小慧听了当场崩溃大哭 阳光基金会表示 少常患者下肢通常都因为 冲鞋肿胀难以久战 而冬季穿着长袖 光从外表很难辨认 加上承报伤者又都是年轻人 专家提醒遇到类似情况 民众不妨多点同理心 用关心取代指责 可能比较好 解诚教 吴登丽 台报导